淡淡的藍色看起來特別的典雅 我現在在博紙上戴的這個就是藍玉髓 而它和如意傳樂播中加菲戴的紅玉髓 其實都是屬於瑪瑙家族的成員 微光照耀更顯晶瑩剔透 仿佛正述說著天然寶石的身份獨特 精緻小巧就是這種青珠寶的獨特氣質 金色小熊背後藏著密密麻麻 超過30顆告石 每一顆都只有0.3mm 相當於鹽的顆粒大小 是靠顯微鏡一個個箱上去 爪子抓那個鑽石 然後它其實很細緻 花瓣胸增的霧粉色是加了珍珠粉 親手慢慢繪製出來 旁邊的鑽也是一顆一顆手工黏上去 慢工才能出細活 現手碾來就畫出胸增設計草稿 老闆娘舅原是幼稚園老師 更曾是警校教官 10年前死掉工作和老公砸下500萬元自行創業 從原本可以暫停停的當老師 不用太怎麼講就是鞠躬喀腰 可是創業最辛苦的就是你要常常去拜託人家 當然一開始有一些積蓄一點小小的存款 然後可能半年後狀況沒有改善 那當然就是整個壓力就會一直上來 珠寶們外漢讓它創業摸索期長達三年 最慘的時候半年都接不到訂單 A歸的規格的產品 那可能就是工廠它交貨給我的時候 就可能用的不是到那個檔次 誠信去對待我們的客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寧可就是自己不要出這批貨 也是就是好幾百萬的貨款 就是要去做處理 谷底總更有機會反彈 意外打進免稅店龍頭通路 甚至被選進機上雜誌 光是一條項鍊就月銷50條 這個黃白色花瓣胸針 還被立法院指定為外賓贈禮 refer歸 refer 進去之後其實所有的事情才真的開始 因為很多東西 就是到後來還是要看你有沒有實力 以及你的產品力 從當年替人代工的兩人公司 走到如今打入美國亞馬遜和紐澳 年營收千萬的品牌 成功不是偶然 在舊的雙眼中透著像珠寶般耀眼的創業精神 東森財經新聞劉備寫和坤源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感谢观看